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终算上帝的恩典 我们依照时序为您整理了2019年的国度重要新闻事件 一起来回顾 2月18号新春节期 台湾灯会基督教灯区 主灯搭配挪亚方舟的主题意象 以及高达6公尺的十字架 闪耀出金色光芒 不仅是整个宗教灯区最具创意的习近设计 也是历年来最大的展出规模 从岁首到年终 台湾教会界启动连续两年 而且是一年三波的为国进食祷告运动 各宗派教会共同聚集祷告查验 并对其上帝的心意为国守望 何以祷告带下了蜀天的权柄 好消息电视台深耕20年致力于华人宣教 透过媒体传递信仰价值 继2014年荣获国际电视施工奖之后 于2019年再次荣获NRB国际影响力大奖 华人宣教使命任重道远 国民政府在1949年拨迁台湾 不只带来百万军民 数十个教会也到这个岛屿从零开始 二战后的台湾 经过70年岁月的浇灌 有着多元的教会生态 并且迎来教会合一 复兴浪潮 5月17号 立法院通过同性结婚登记法 台湾正式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国家 结果出路之后 下一代幸福联盟召开记者会 批判政府忽视765万公投结果的名义 国际跨红联盟10月25号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比照联合国规格 举办全球第一次国际跨红人权高峰会 来自全球23国跨红者代表签署国际跨红人权宣言 主张跨红者人权及理念不应受到差别待遇 选择协助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为了纪念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一百周年 台湾圣经工会在台湾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即感恩礼拜 不仅感念百年前从事圣经翻译的先人 也感谢上帝厚恩 透过中文圣经祝福华人 一百年来影响了数万亿华人的生命 医生智力神学教育担任过长老教会总干事 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高俊明牧师 2月14号安息祖怀 享年90岁 他的祖父高长就是玛雅各医师来台湾宣教所结的出手果子 是台湾人第一胆信徒 创办屏东基督教医院在台湾奉献30年 由小儿麻痹之父尊荣的毕加史医师 11月15号于家乡挪威安息祖怀 享年93岁 由火焰步道家支撑的布永康于12月7号安息祖怀 享年79岁 布永康成立基督传万邦事工全球步道 带领超过7900万人绝志信主 外交史上首例 台湾友邦诺鲁共和国总统安革民 12月15号在台北真道教会步道 并且率领同行的内阁成员为台湾祷告 安革民总统背景是牧师 人权律师 今年9月更在联合国大会为中华民国发声力挺 接下来我们将从教会界所关注的几个方向来做新闻回顾 首先是教会界所关注的家庭主流化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一年来教会对于建造家庭就是建造教会的目标 是从哪几个方向来推动 回顾2019年 当试字第748号同婚专法通过 家庭的价值及基础受到极大的挑战 全台教会共同看见 也再次确认家庭主流化将成为今后努力的目标 家庭主流化不是空谈 而是需要每个家庭的一份子共同去付诸实行 一切从家庭祭坛开始 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要开始把家庭时光带到自己原生家庭里面 从一个人就可以开始为一个家庭来祷告 并且可以带着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一起有家庭的时光 有好的团契 有好的交通 甚至带领他们祷告 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家庭 他们是还没有信主 他们已经有家庭时光了 我们盼望这个能够推动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 台湾的文化 假如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时光的话 整个国家会转化过来的 我们的家庭才会被看中 否则家庭主流化只会沦为空谈 我们要推动家庭主流化必须要有个平台 那就是家庭时光的时间 除了建立家庭祭坛 让基督徒家庭在世上高举耶稣明光 面对同婚及世俗的价值观 我们更需要依靠上帝的爱 让爱的关系成为基督徒及教会最美好的见证 先上说耶和华发热心必要成全这事 他的心意一定会完成 所以我相信教会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要在坚持家庭主流化上 让我们可以成为社会的见证 我觉得若是这社会再看不见 无条件的爱在家庭当中 看不见饶恕的爱 在教会的夫妻的里面 亲子的关系当中 没有办法真的融合跟合一 打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鸿沟的话 我觉得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教会一定要加油 让我们在这方面 让教会最厉害的就是爱的关系 而不少教会也努力推出多项家庭主流化措施 包括鼓励生育及建制养育支持系统 跟所有的家庭一起来 陪伴孩子成长 我认为这是应该的 以前的观念比较深 那是你家的事情 教会是教会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们还是一起来吧 恢复上帝建立家庭的价值 重建台湾的家庭文化 家庭主流化运动 就从现在开始 2019年是各界基督徒 在职场上发光发热 荣耀主名的一年 在影视 艺术 还有医学等领域 都有亮眼的表现 我们一起来回顾弟兄姐妹 如何在职场为主发光 为主站立 回顾2019年 基督徒在职场各界 表现亮眼获奖无数 第54届竞争奖 包括吴珊如 宇石元 曾佩慈等 六位主内家人 都在颁奖年礼上 高升归荣耀给上帝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赚来的 是真的一个祝福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信仰 我是走不到今天的 在艺术方面 文化部颁发文心奖 一粒麦子基金会 荣获年度创意奖 泰雅尔族牧师安利给努 也获得长设奖 红奖推崇 我是牧师 也是一个艺术家 那我透过画 留下了很多的记录 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 我觉得就是像文化永恒的 一个价值 另外一群爱人如己的医师 付上代价为病人努力 第29届医疗奉献奖 也有杜元坤 郭成新 陈池平 及屏东基督教医院等 四组组内团队获奖 奉献在我的感觉是 割自己的肉为人 上帝教我们的是这样子 你必须牺牲自己 牺牲你自己的享受 而让你的病人得到健康 而众所瞩目的十大杰出青年 也分别有羽囚一哥周天成 获得体育技艺类代表 以及医学研究类的庄怀家 社会服务类的王庭杰 而更多的看到你的平静歌 看到你的态度 就是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可以成为一个呼应的出口 我本能代表庭界 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 谢谢大家 哈利利亚 而拥有庞大粉丝的台语球星 林舒豪 更在今年成为史上首位 由季后赛出赛记录 并获得总冠军戒指的 亚裔球员 是为了你更多 像耶稣的基督 那是为了他 他把你放在沙漠 这些云彩般的职场见证 正印证生活及信仰 工作及宣教的 双职事奉观念 同时 上帝也振诏聚 教会和职场使徒 组成耶和华大军 2019年10月 前进使徒性国度高峰会 有来自台港 马来西亚及北美华人 教会职场领袖 一千多人聚集 这场关键性的聚会 奠基在台湾教会 合一的基础上 众人在会中 共同祷告寻求 也按立合拆派 五个城市联导会 转型为使徒中心 并开始在各个领域整队 遮盖职场弟兄姐妹 各就各位 再次宣告全新的十年 台湾将兴起职场复兴运动 接着将焦点转向教会界 在关键的2019年 由国度转化网络发起了 跨宗派跨教会的 三波祷告运动 为国守望 除了合一祷告 在跨文化宣教方面 也是跨宗派的联合宣教行动 一起来回顾 祷告和宣教的成果 2019年是成先起后的一年 承接2018年县市长选举 和公投案的结果 又将迎来2020年总统大选 在这关键阶段 国度转化网络 发起三波祷告运动 跨宗派合一呼求 盼望扭转国家社会局势 自2月28日发动第一波 为国进食祷告40天 全台教会连线 建立祷告网络 8月20日开启第二波 40天进食祷告 渴望对其上帝的心意 为国守望 阿里路亚 主要让我们祷告 不需要解决问题 让我们祷告 是要寻求你的面 而2019年最后一波 也是历史最长的祷告运动 从今年11月1日 到明年1月11日大选当天 展开跨年度的 关键72祷告运动 在72天结合电视祷告会 要用祷告撼动国家属灵氛围 我相信神让全世界各地都有华人 但是我真相信神对华人有一个荣耀的命定 我们一起起来祷告 因为我们渴望能够进入神对我们的命定 除了祷告 众教会也走进社会 服侍各族群的弟兄姐妹 在各地开办慈会事工 从偏乡弱势孩子的课后关怀 到青少年的职业训练 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投注心力 而台湾现在已步入高龄化社会 老人照护成为极大的合场 许多教会投身长者关怀事工 盼望不分年龄老幼都能认识耶稣 而台湾教会不仅有合一祷告 在地词汇宣教 跨文化宣教也迈出联合行动 来自不同宗派 跨界的短宣成员 都愿意付上时间及体力代价来装备自己 走不到五分钟 你就像现在这种状态气喘如扭 所以让这次的宣言 让他们体会一下说 尤其在海外边境 在我们这些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 这些的团道人在那边的不适合段况 像是布农族牧师卢马夫 训练坚实团队前进烽火延烧的 中年边境提供难民庇护 台北领阳堂Super Team 被越半个地球到平几的肯亚 为孩童建立教育环境 而CCNN 台湾宣教网络平台 近三年来拆派数百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从岁首到年终 上帝的恩典成为众教会前进的养分 持守异想走向2020年 让新的年度成就崭新的福音纪元 今年台湾各地从岁首到年终 也都有联合性的城市祈祷早餐会 展现教会在乡里在地的影响力 以应着台湾教会的合一连结 上帝也继续带领台湾要进入华人的命定 上帝赐给台湾教会最美的礼物是合一连结 2019年各地联导会起而行动的成果 从年初全平盟举办祝福城市早导会 复活节旗台南基督教协计会主办敬拜聚会 西海岸教会串联的祷告会 台中策盟的城市祈祷早餐会 新竹的国际城市祈祷早餐会 以及将近800人参与的宜兰城市祈祷早餐会 每一场各县市政府官员都受邀出席 并接受祝福祷告 由此可以看见众教会在乡里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 2019国家祈祷早餐会 牧长们更是同心合意为执政长权者祷告 横切祷告不灰心 祭坛的火不熄灭 11月的国家祭坛 更汇聚台湾北中南东教会 跨宗派教会数千人 透过网络直播 同步为国家转化 在各地逐旗祷告祭坛 历史的纠结让我们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的氛围 每次遇到重大关键的时候 通常有很多的纷争 有很多的争论 解都解不开 但是我知道 祷告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在8月由马都纳多牧师率领的耶稣君王团队 在台举办超自然大门特会 激动众教会对超自然运行的可慕及信心 并以可慕合一付代价 进食祷告奉献及敬拜与主同行 I can do the work for you 我不能帮你做工 You have to do it 你要去做 Go evangelize all your family 你去向你的家庭传福音 Go heal all your family 医好你所有的家人 带着超自然的信心 启动个人教会 城市国家的转化 台湾教会的合一必能得着蜀天的权柄 也成为列国的祝福 合一的恩高也在20197月 华夏回家聚会中流露 这场来自35个国家的回家聚集 意向是追求合而为一 中港台澳及海外华人牧者都表达 这是一个让华人同心同行 回到天父的家 走入命定的里程 当父老人在台上一起道出好酒 献上感恩祭 更象征着华人教会 正朝着完成大使命 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前进 并将进入上帝的命定 在华夏回家聚集中 我们看见上帝带领中港台澳 北美华人一起祷告敬拜 这是很特别的恩典 全球回家运动创办人戴米恩牧师 在12月中旬召聚了一场全球网络聚会 共有2300多人从66个国家上线 他指出新时代已经来到 蜀天国度的权柄 会更多被赋予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也访问到戴米恩牧师分享 展望2020开始的未来十年 对于基督身体合一祷告的方向 I believe we're in the time now of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well the Lord is bringing us into maturity and oneness so the world can see the that that Jesus has come so my prayer at this time is Lord release your glory more and more that will bring us into this oneness so the world might believe so we can see the harvest that the Lord wants the people to come in a peaceful way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to share their heart but I believe if the church leaders begin to pray that there is no interference of violence but there is a heart sharing of our view we like to function this I believe we can have the Lord on our side if we keep our peace and keep our voice clear with honor and respect yet with clarity and with bringing the things to the light without going into violence 基督身体的合一 也展现在宣教事工 我们来看看 台湾贵阁会合一堂 20多年来 致力耕耘文化合场 用自创的戏剧 音乐CD 还有书籍的出版 来传扬基督信仰的价值 期望进入社区文化宣教 可必将成我们自己 我自己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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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将放过自己 接过自己 我开心得不得了啊 每年都推出 偶心厉血 自编自导的圣诞舞台剧 这是贵阁会合一堂 20多年来的坚持 从小人物故事改编 最能够引发观众共鸣 加上编剧的功力 舞台陈设 音乐铺排 以及演员的投入 就能到位 这群虽然业余 却朝专业努力的弟兄姐妹 正在实践戏剧步道 是文化宣教火车头的理念 因为戏剧的团队侍奉 带出人才和事工卓越的成长 诗歌创作就是例证 那当音乐出来的时候 当一群人是很认真的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氛围跟感力 是超过语言的 贵阁会和一堂的文化宣教 从1998年成立出版社 出版文字CD 到2008年成立传媒中心 到今天 20多年来 发展以全方位的文字影音 诗歌戏剧来布道 其实在传品的时候 遭遇到最大的一个阻拦 往往来自于文化 那当然我们相信有属灵的征战 但是属灵征战当中 我们发现文化的征战 是一个主战场 所以我们期待 透过一方面 我们很直接的宣扬福音 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 进入这个文化里面去改变它 让文化能够福音化 一路走来 觉得这个文字的合场 是很值得投资的 正像是一粒种子 如果落在地里 那个土如果是坚硬的 它就不容易发芽 那么文字就好像是这样 就像是滴水穿石一样 一点一点来 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最好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介绍给他们 所以每一季我们都会要求 就是期待 然后我们的学员 至少要选两次的福音特会来参加 那像我们有音乐会 我们有舞台剧 透过这样的聚会 它可以开始认识福音 教会多年耕耘文化合场 同时也培育出文化艺术人才 并且投入在社区课程和青年社团中 展望未来 贵格会合一堂将建立人文艺术团队 继续以戏剧为火车头 带动文字影像音乐等多媒体 相关专业人才培育 在艺术文化领域发挥影响力 为主得人 事实上以戏剧作为宣教的火车头 最主要还是要有编剧的功力 因此能够着力在文字事工 二十多年相当不容易 今年12月24号的平安夜里面 全台湾教会都走出户外报家音 来看看教会所提供的精彩画面 台北真道教会邀请前总统马英九 一起在西门町闹区报家音 马英九也在现场发送小礼物给民众 现场民众近距离看见小马哥 真是兴起连连啊 另外桃园平正进行会 爱报中立夜市的报家音 透过空拍画面 我们看到长长的伦绒 从夜市头到夜市尾好热闹 真的是用温暖的歌声挤报 爱报整个夜市 高雄捷运美丽岛站也有联合报家音的行动 这是由何塞纳国度侍奉教会 三明信议会 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等单位联手出集 当朴世欢腾的歌声响起 人潮也停下脚步聚集聆听 另外台中有名的露思义教堂 位在基督教学校背景的东海大学校园内 每一年的圣诞子夜敲钟已经成为众人期待的一项传统 让我们来看看校园里的平安夜如何欢庆 同中一百响 台中东海大学碧律师钟楼 每年在12月24日晚上11点58分40秒 开始民中一百响 第一百响刚好是12月25号零分 这五十四年来圣诞子夜的传统 让民众引紧期待 敲钟敲一百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耶稣讲的那个故事 如果有一个牧者 他有一百只羊 但是如果有一只羊吃落了 他就会去找 那我们有这个传统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希望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听福音 每个人会有机会来成为他的羊 他想当我们的好牧者 校园内国定古迹路思义教堂内的平安夜礼拜 教会师班和联合管弦乐团 同样是美丽的圣诞风景 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拘行事 我们希望激励他的心 让他们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 有一个平安的夜晚 有一个平安的一生 对 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然后就是可以邀请一些 就是不是基督徒的朋友 可以跟我一起参加这些活动 我觉得很好这样 圣诞夜东海校园的角落里 还有户外演唱会 DJ声光秀 圣诞市集 这所基督教背景的综合大学 在圣诞节期让喜乐 平安洋溢校园 生活化的让学生从心里 认识基督信仰 在热闹欢乐的圣诞节期里 台北厦门街敬信会 在圣诞夜所举行的 烛光圣月崇拜 有一份特别的宁静和神圣 这个持守68年的传统 希望原汁原味地传达 耶稣降生带来的平静和安稳 厦门街敬信会 连续举行68年的 烛光圣月崇拜 是平安夜中十分特别的风景 有别于热闹缤纷的圣诞节庆 诗般在简单钢琴伴奏下 演唱长达四十分钟的清唱剧 整场氛围庄重而宁静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我 他的荣耀要献在你身上 荣耀为你去高尘 荣耀尊崇拜神 来往古山小天空 我们68年来 我们一直是用圣诞夜 不管那礼拜几 然后我们的形式 音乐一样 那个带着蜡烛上去 醒起发光 一模一样 今年清唱剧的主题 神机的邀约 由美国著名作曲家 和演奏家约瑟夫·马丁编剧 以八段诗歌 朗诵交叠的方式 歌颂耶稣降生的故事 和对新生君王的崇拜 这样的聚会有一份庄严 也很宁静 尤其唱起平安夜的时候 特别有感受 感觉自己的烦恼都消失了 听到他们示范唱歌 心里面就充满平安的感觉 当晚牧师传讲 人人需要平安的信息 并邀约众人 不要错过神机 抓住圣诞节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赐平安的耶稣基督 新闻最后要为您预告 本台关键72跨年祷告会 将在12月31号晚间10点钟开始 欢迎您一起同步用祷告守望来跨年 谢谢您的收看 上帝私服您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